有講 我們之後就看緣分 好不好 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來把它補完 沒有補完 我覺得那也就算了 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一定要在死假的時候先跟你講清楚 這一堂課 我要先從這個重點開始 請翻到第十九頁 它的那個重點 十二 來 把標題畫起來 內分比性質 來 畫起來 重要喔 我在上面還對別方你寫的重要兩個字對不對 來 把它畫起來 內分比性質 什麼叫內分比性質呢 這是一個三角比AVC 然後角A的角平分線 我可以把角平分線四個字畫起來 這是一條角平分線 內角平分線喔 把這個角一分為二對不對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然後呢 這條角平分線跟這個VC邊喔 交於這個珠點 然後他就告訴你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AV比AC 會等於V珠比珠C 它的意思是這樣 這一段的長度 這一段的長度 比上這一段的長度 會等於這一段的長度 去比上這一段的長度 這樣了解嗎 我舉個例子 假設這邊是四 我這個四喔 我用圈圈把它圈起來 這個圈圈代表的是一個比例的意思 不是代表它十公分 你聽懂的意思嗎 如果我寫四你可以把它顯成是四公分 可是我寫四加一個圈圈 代表的是一個比例 它可能是十公分 可能是八公分 可能是十二公分 你聽懂嗎 這個一個比例的關係 如果這一段比這一段是四比多少 四比三 那麼請問你 下面這兩段的長度比一定也是幾比四 對 一定也是四比三 請注意這個四跟三 我都有加圈圈 它不是代表長度 它是代表一個比例的關係 這一段比這一段如果是四比三 那這一段比這一段也會是四比三 在我的認知裡面 全台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高中生 很多人只是把這個結果記下來 但是當你問他為什麼會有這個結果的時候 能夠回答出來的是很少數的學生 因為很多人只是把他背起來 他學數學就跟學某些科目一樣 他就開始背 他背背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錯誤的學習方式 那你要怎麼去說明這個東西呢 我今天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講 你們幫我試試看 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解釋給你 來 第一種方式 請同學把這個圖畫一次可以嗎 因為在我的講義上 我上面已經有給你一個圖對不對 然後你自己再把這個圖再重新畫一次 這個東西你可以怎麼講呢 可以這樣講 我們做這個AV的什麼線 的延長線這樣子過來 來 我們這個步驟是這樣 我們做AV的延長線 你就做一條延長線 就往這個方向這樣拉過去 然後呢 過C點做A珠的什麼線 平行線 然後接下來就過這個C點 做做什麼呢 做這個A珠的平行線 小高一我會講慢一點 做平行線喔 同學你國中起直去過尺規做圖對不對 尺規做圖就是用沒有刻度的尺還有圓規 可以去畫平行線 然後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說中垂線啊等等 那個應該是我中文學過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我過這個C點 然後做跟這個P珠平行的直線 我們可以用紙規做圖 把這件事情把它做出來 我這樣畫 這樣有平行嗎 來 你畫一個線齁 對 這一個跟這個是平行的 然後我們令這個點AVC珠 來令這個點比較低點 來 我們令這個點比較低點 這樣可以吧 我圖畫的沒有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也沒有關係 就是大概這樣的感覺啦 因為在那版上畫圖 這個我畫圖技術比較差一點 就 欸 這樣有明顯嗎 沒有啊 很明顯嗎 還好 OK 我覺得好像可以稍微再調整一下它的位置齁 可能會有稍微畫一點點齁 來 我稍微往這邊畫齁 這樣可能比較有明顯的感覺 這樣就好多了對不對 這樣比較有提醒的感覺齁 來 同學你把圖畫出來齁 我等你 來 快點 你把圖畫出來 你把圖畫出來 你把圖畫出來之後 接下來齁 請你拿出你的筆 我要開始問問題齁 這一條線跟這條線是比提線對不對 這一個角度是圈圈 請問你這個角度也是圈圈 好 那我可不可以問你齁 這個我就不寫A版 請問你為什麼你知道這兩個角度都是圈圈 這個叫什麼角 那一對角 那一對角 想清楚再把畫畫講出來 同位角 同位角 就是這個角 來 你看齁 我用綠色的粉底幫你放起來 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會一樣 那這個叫什麼角 對 很好 這個叫同位角 這可以齁 這沒有問題齁 然後我再問你齁 因為這兩個角是平行線 這個角度是圈圈 所以這個角度也是誰 也是圈圈 非常好 那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這兩個角度都是圈圈呢 因為他們稱為叫做 內錯角對不對 好 內錯角很好 那現在請同學看我那邊齁 那這個時候你就觀察到一件事情齁 觀察到什麼事情齁 這個三角形 ACE 來 請問你 這個三角形 ACE 是一個什麼三角形 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一樣齁 所以代表這段長度跟這個長度一樣 也就是說 三角形的 ACE 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來 那我寫一下 三角形 ACE 是等腰三角形 我盡量幫你把細節寫清楚 我盡量幫你把細節寫清楚 這樣可以嗎 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好 那現在主題我給你講齁 我已經盡量完了 所有人看我這邊 同學 平行線匯節什麼線段 比例線段 我前幾天有沒有講過 平行線匯節比例線段 所以你看我的手 來看我這根手指頭 這兩個角是平行線匯節比例線段 所以代表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不是會等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然後這一段跟這一段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段比這一段 是不是就會等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證明突然 這樣可不可以 再講一次喔 因為我怕有人沒有看清楚 我再示範一次 這兩條是平行線 平行線匯節什麼線段 比例線段 這件事情我前幾天才提過 所以這一段比這一段 會等於這一段比這一段 那我們剛才發現這是一個等要三角形 所以這兩段長度相等 對不對 所以這一段你就看的是這一段的長度 所以差比他就會等於他比他 你看證明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你們要講一個就好 還是你們對其他的證明方式也有興趣 還是你們覺得講什麼 可以再講一個 可以再講一個是不是 好啊 那我們再講另外一個證明的方式 另外一個證明的方式是這樣 來 第二種證明的方式 第二個證明的方式喔 會用到一個觀念喔 會用到什麼觀念呢 請你把這一本獎勵往前翻 這一本獎勵我把你高中初學會用到的一些 幾何基本的知識喔 都把它列出來了 往前翻應該是在那個 這個我看一下齁 我自己也不知道在第幾頁 我要講一下 在第五頁的地方 哈囉 來到第五頁的地方 你看到那個最上面 腳平分線性質 腳平分線性質說喔 腳平分線上的正一點 到腳的兩側的距離會怎麼樣 會像這樣 所以同學你看喔 來請你看到這邊 腳平分線 這條是腳平分線對不對 腳平分線上的正一點 到兩側的距離會怎麼樣 會相等 所以 對啊 垂直喔 就是剪刀直線的距離喔 是垂直距離喔 所以這一段的長度 請你把它mark出來 還有這一段的長度 你也把它mark出來 根據腳平分線性質 這一段的長度 跟這一段的長度會怎麼樣 是不是會一樣 對吧 這一段長度跟這段長度會一樣 因為這一條是叫平分線 這樣可以喔 這個可以反跳成線 其實我用講的就好了 這段長度跟這段長度一樣 這樣可以喔 我等你啊 有些同學動作比較慢一點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三角形 AV珠的面積 的面積 比上三角形 好 這種東西喔 其實你愛怎麼陣都可以喔 AV珠的面積 好 現在 我想同學應該大概可以看得出來喔 來說 同學看我這邊喔 左邊這個三角形啊 它的面積 跟右邊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啊 他們的比喔 同學三角形的面積 是底層高除二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當底 這個當底 他們的高是不是一樣 所以換句話講 他們的面積比 是不是就剩AB比AC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地方你就可以這樣寫 它就是誰呢 它就是AB線段的長度 再比上AC線段的長度 這樣寫 你可不可以接受 告訴我可不可以 到目前為止 能不能接受 這兩塊三角形 它的面積比 會打給AB比AC 因為他們的等高嘛 高一樣 所以面積比是底層的長度 這樣沒有問題喔 那沒有問題的話 同學那你再看喔 請問如果今天我用B珠還有珠C來當底的話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是不是有相同的高 如果今天我把這個當底 把這個當底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 他們的高是不是一樣 所以高一樣的話 面積比就是頂邊的長度比 所以是不是 這一塊三角形比 這塊三角形的面積比 就是B珠 在比上都長 不是一樣 剛才是AB比AC嘛 那現在如果你把這個當底的話 是不是就等於B珠比珠C 就等於B珠線段的長度 再比上珠C線段的長度 你看 是不是用面積也可以看 一樣的效果 AB比AC會等於B珠比珠C 我再重新講一次喔 如果你要用這個第二個角度去證明的話 你會用到那個角平分線到兩側的距離相等的這個概念 這樣行嗎 有沒有清楚 有清楚 明不明白 了不了解 這個東西以後會用到喔 那我就當做常識 你要把它記下來嗎 OK 好 這算我們今天的開場牌 我今天要講幾個東西喔 這是第一個 接下來我要談另外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喔 這個對你們來講也是很重要 請你翻到20頁的地方 最後一頁 來 翻到20頁 好 20頁這裡要談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喔 請你記得 在2019年的8月 今天是幾號 21號這個時候 我在你們主題 閒間教材 在你還沒有正式上高一的課程之前 我就已經把這個概念很清楚的把它傳遞給你們了 我們來談三角形的重心定義 唉唷 同學 國中有學過重心嗎 有 有學過重心對不對 來喔 看一下定義是什麼 三角形的三條中線會交於一點 那個點稱為三角形的重心 請你把中線兩個字畫起來 請你把重心兩個字畫起來 三角形的三條中線會交於一點 那個點稱為三角形的重心 我們先來談一個問題喔 請問你喔 什麼叫做中線 我覺得有一些同學不知道中線是什麼 講清楚一點喔 就是零點 把它寫上去 零點跟對邊中點的零線 這個叫做中線喔 我畫圖給你看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A B B C 來 同學我問你喔 中線是什麼東西 中線 注意喔 三中線的交點 我們先來講什麼叫中線 三角形有三個頂點 頂點跟對邊中點的零線 這是頂點 它的對邊在最後 對邊的中點 來 假設這個中點叫做誰啊 這個中點如果叫做M 你知道中點的意思嗎 就是代表這兩段長度怎麼樣 相等對不對 頂點跟對邊中點的零線 這一條線稱為叫做中線 這樣可以嗎 頂點跟對邊中點的零線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叫做中線 這樣知道嗎 這樣可以嗎 再講一次 中線就是頂點跟對邊中點的零線 請問三角形會有幾條中線 三條 三條 因為你有三個頂點 如果你找這個頂點 跟它對邊的中點 是不是又可以找到另外一條中線 來 你看吧 對吧 如果這一段長度 跟這一段長度一樣的話 這個叫M 這個叫N 這樣可以嗎 然後數學生告訴你喔 它的三條中線 剛好會交於五點 那這個點我們稱為叫什麼線 中線 對 稱為叫重線 重線一般來講 我們會用G來表示 用G來表示 在早期的課程裡面喔 你們的學長他們比較辛苦 因為他們要先去證明一件事情 你怎麼做